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宇 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非常大名鼎鼎哦 我想很多人在听这一段之前 可能都已经去看过这部电影了 我想呢你可能已经猜到 我要为各位带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 没有错叫做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那这一本书和这一本书的这个电影 尤其由李安导演指导底下 我们知道在奥斯卡也得到很多很多的殊荣 特别是最佳导演 那对于很多朋友的阅读经验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很多人心中就有一个疑问 叫做一本好的书 跟一部好的 同样以书改编的电影 那这中间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 或者是对很多人的经验来说 可能一部很好的电影就回去看原著小说 大失所望 再不然就是倒过来 看过原著小说之后一看电影大失所望 那我觉得这是近年来啊 我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可以这么说 唯一一本看完书跟看完电影 两边都不让我失望的 这么样重要的经典之作 那我想对于很多听众来说的话 你看过电影了 可是呢你看过小说吗 那么今天呢我就要为各位谈一谈哦 这本小说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阅读经验 这本《少年拍的奇幻漂流》的作者是杨马泰尔 由皇冠文化出版哦 那比较特别的是 他在台湾在2002年 事实上已经先推出了文字版本 那我们现在多数朋友手上拿到 有那个电影书一的这个版本里面啊 还有很精美的插画 那这个部分呢是2008年的8月份所推出的 那所以呢他的整个过程是这样 那原文的小说在2001年推出 把这个脉络跟大家顺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 我就要交给一位非常专业的朋友 因为关于这位作者还有这本书 在他产出的过程跟故事 我想由这位朋友来聊 会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让人觉得有趣的地方 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 皇冠文化的编辑徐凡 我应该叫你徐凡 小凡 小徐 都可以 都可以 OK 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皇冠编辑徐凡 徐凡这本书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对多数的朋友来说 都认识这部电影 对于李安是如雷贯额 可是对于这位作者 叫做杨马泰儿 这很多人就不熟悉啦 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 他的这个笔下 可以妙笔生花 能够做出一个这么精彩的故事 然后让我们大家 全世界的读者 能够沉醉他故事的脉络里面 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杨马泰儿 其实他本身的成长经历 算是非常的奇特 因为他是 他一开始是在西班牙出生 然后他曾经住过 哥斯大里加 法国墨西哥 然后最后成年的时候 他是在加拿大念大学 对所以他 因为他爸爸是外交官的关系 所以他从小就 等于说是看过各国的 很多文化宗教 其实这些他从小就有涉猎 那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为什么会想要当一个作家呢 是因为他念大学的时候 曾经就是有一刻被当 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视为是他人生第一个很大的挫折 那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挫折没什么啊 可是对我们来说就会觉得 其实有这个挫折很好 因为这样子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作家出现 然后后来也有这本小说 对那在他决定写作之后呢 其实他有点像是过着很奇特的流浪汉生活 因为他就是毕业以后 其实他一直都是算是不务正业 是 他曾经做过什么园丁啦 齐碗工啊 警卫啦 然后旁人看他都就是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 是不是有点像是那种街游的感觉 可能有点像 是 对然后 而且其实他是到27岁 他才决定说我要很认真的用写作来维生 然后后来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印度去认识当地文化 然后找一些资料 那我想在印度那段期间应该就是这本小说的最主要的资料来源 所以少年拍的奇幻漂流可以这么说吗 是他的成名作吗 还是他有之前其他的作品先被这世界上的读者认识了 其实他在这本书之前还有其他作品 可是当然少年拍算是他的成名作 代表作就是 对对对 因为其实少年拍他一开始 其实是不受青睐的 是他一直是到2002年得到英国的一个很棒的奖 叫做曼布克奖 那他在得奖之前他已经被五六家出版社拒绝 就是这份稿子是不受青睐的 这好像很多优秀的作者必行之路 对而且毕竟这算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 就是很多人告诉我说 他们一开始看前几页不晓得再讲什么 其实讲到奇怪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少年拍的奇幻漂流里面 这个主人翁这个拍 他对于宗教有一种很特殊的倾向 跟一种很有热情的追寻 那其实在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几乎也印证了 我在看任何的书籍跟作者 只要是写小说 我们都可以从小说的人物主人翁身上 去找到这个作者本身的投射 有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聊说 就是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哪里最好看 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这本书对于宗教的描写 对于宗教的切入是非常特别的 那因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说 西方人60年代的时候 就是很多嬉皮啊 不是就是一味的去崇拜 东方的思想嘛 可是就是我觉得很少有一个西方人 可以像杨玛泰尔这样 这么的深入的认识东方文化 而且他是用一个全新的观点 我们东方人都没想过观点来切入 对那比如说这个角色的 他的设定就很奇怪啦 就是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一个很多宗教汇集的地方嘛 对对 可是再怎么样宗教汇集 应该也很少人会一次性三种宗教 对那这个少年拍他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 他一次性了三个宗教 然后这三个宗教呢 就是不停的在他体内打架 因为大家知道回教徒要每天都有一定的时间要祷告嘛 对对 然后印度教又有不同的戒律 然后基督教又要跟上帝祷告 对要受洗啊 然后领圣餐啊什么的这样 而且各个宗教的族群都是很 呃比较就是跟其他族群都比较不太会往来 对 可是少年拍他居然三个宗教的团体他都加入 对 然后三个宗教的戒律跟 呃祷告的仪式他都遵守 是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描写 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张力的性格描写 其实讲到这边我觉得非常有趣哦 因为我在读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里面有很多片段是电影 因为李安自己在接受访谈的时候 他也说一句很实在的话 他说电影最长就是两个小时 但是最重要一点是 电影它是不容许让呃所谓的观众 有任何可以被分心的可能性 哦对 因为一分心出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嗯 所以呢他在很多部分 他是要去把他那个戏剧张力 或者是那个紧凑性弄出来 可是也是也是因为相对这样子 所以他里面很多细致的地方 比如说在小说里面 刚刚讲到三个宗教的打架 我记得在电影里面就没有这一段 可是小说里就有这一段 哪一段呢 就是呢他有三个宗教导师 一个宗教导师当然是回教的宗教导师 一个是基督教的宗教导师 然后一个是印度教的宗教导师 就在一个海滩边狭路相逢 就一次大家都遇到了 对然后然后直问他你到底要信谁 对 而且在如果有看过这本书的读者朋友 应该会很印象深刻 因为这本书 其中一页的插图 就是画这三位导师 然后用很严厉的眼光 就是看着画面 用一个那个扶角 就是往下看 然后因为拍很小嘛 然后就在那边 这个很畏缩 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子 然后还远远的看到这三个宗教导师 往自己走来 还心里在祈祷 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对对对这一段是非常的有趣 对其实讲到这个的话 我会觉得 我蛮鼓励我们所有的朋友 你看过电影之后 你真的要翻 翻一翻这本原著小说 因为真的讲到所谓的文字之美 我就真的必须去讲 有一些东西是可能电影里面 他没有处理到 可是我觉得对于你让这个故事 在你生命当中占有一个 不管是启发也好 或者是一个特别的位置也好 我为大家念一段文字好 让大家体会什么样叫做这一本书 它可看性的文字之美 我们说少年拍他的家里是经营动物园的吗 那李安的运镜手法把整个画面是做得美轮美奂 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 可是呢你听听看这一段文字 他们他自己怎么去形容所谓的经营动物园的这回事 这个行当到底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 这么说的 他说经营动物园可说是 旅社老板最恐怖的梦魇 想想看 这种客人从来不离开房间 不但期望住得好 还要管吃管喝 他们有川流不息的访客 有些既吵闹又没规矩 这么说吧 你等到房客漫步到阳台之后 才能打扫房间 又得等到客人看腻了风景 进去房间之后 才能打扫阳台 而且打扫工作非常繁重 因为房客就跟酒鬼一样不懂卫生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段 也很觉得很幽默 很好玩 对啊 真的太有趣了 而且我相信应该很多读者朋友 会觉得说 讲宗教好像有点无聊 可是其实不会 这整部作品 就是到处都有小小的幽默感 你会觉得 每一个角色都好可爱 你甚至可以 不用就是花太多心思 就继续读下去 所以如果我们谈谈这个部分 在少年拍 它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到底到底 因为我刚刚 比较片段式的去举一些例子 或者谈一些我自己阅读的感受 但就核心的部分 究竟这部电影 跟这一本小说 它里面的差异性到底 核心在哪里 我觉得先从小说来看好了 因为我一开始看完小说 会觉得 天哪 我觉得这是一部很难改编的电影 因为触碰到的题材 就是有家人啊 有亲情 有宗教 然后宗教又是一个那么抽象的东西 你要怎么去表现 然后又有动物 那看完李安的电影 我的感觉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宗教内心的冲突 我发觉他把它简化成少年派跟他父亲之间的 就是父亲对他教导的那个父子关系里面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改编很好是 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个细节怎么书里有 然后你电影把它省略掉了 可是我觉得很不错是因为 简化成父子关系 你一次又可以讲到更多 就是直接把少年派对宗教的信仰 就是好像简化成他跟爸爸的关系 那其实大部分的观众都比较容易懂 然后这整部作品的最重要的精神也没有流失 对 其实我讲给你插题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你刚刚在聊所谓的父子关系的时候 我就想要李安 因为李安的成名作就是父亲三部曲嘛 对一直都是爸爸 对从推手啊喜宴啊到饮食男女 对 就是父亲三部曲 那我在想会不会是李安自己潜意识里 已经觉得把父亲的这个功课 透过父亲三部曲已经处理完了 所以在要拍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 而且就是大家都会说 李安每部电影都有跟爸爸的关系 然后也有同性情谊的关系 那其实父子关系这个很重要的主题 确实是有在少年派里面也延续下来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真的很有趣的就是我们 如果单纯的只是当一个观众 或当一个读者 那么这背后的很多故事 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原委 那可能是我个人的喜好吧 但是我也渐渐发现就是很多读者 也都有这样的心情 就是想要知道更多书里没写的东西 像是比如说你刚才有提到 这位作者杨马泰尔 他的一个过程 好像黄冠有出版另外一本 他的著作嘛 对 里面收入了更多他实验性的作品 对不对 对 他另外一本著作叫 故事的真相 那其实算是他在写少年派之前 写的几篇短篇小说 然后我们刚也有聊到说 这几篇短篇小说都是很难用言语形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形式 就是不是很一般的那种小说 你很难去讲说 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我很可以确定的是 就是杨马泰尔这个作家 他很特别 他一直想要往很困难的路走 对 那一般人会觉得说 那我就往轻松的方向走啊 那现在流行什么故事类型 我就写什么 可是他很奇怪 很喜欢给自己找难题 然后也很喜欢给读者难题 他故事的真相里面 我觉得读了之后发觉 就是他对小说的形式 是有很多的野心想要挑战 是 其实如果谈到故事的真相 再回来去思考少年派 他里面有提到一个 我觉得是他一个 还蛮显而易见的主题 就透过宗教 我们如何去面对生命跟恐惧 对 那你刚刚又提到 这位作者杨马泰尔 他本身一直要给自己出难题 这其实如果在心理动力上面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倾向 就是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他总是爱冒险 不管是任何形式的冒险 比如说玩极限运动也好 自己在专业上不断的去突破也好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很深层 自己跟自己内心恐惧的一个对话 就像少年派怎么面对理查帕克一样 对 对对对对 那最后我就再给你出个考题好了 好 你怎么看恐惧这件事情 在少年派的故事里 我一开始看小说的时候 有一段我非常印象深刻 他花了很长的一段篇幅 那是他在海上漂流的时候 对 他就讲说就是 恐惧这个事情是 你必须要去正视它的 而且就是你要去正视它的存在 你才能有办法去面对它 甚至去打败它 而且甚至是你要去试着表达它 把它说出来 然后你才能有机会就是战胜它 那我觉得这一段其实 虽然在整本书里面占的篇幅 并不是很大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也是贯穿 整个故事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因为他有提到说 你要把恐惧表达出来嘛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故事有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 他说了不同版本的故事 那会不会是其中一个版本 就是现实 那另外一个版本就是 他面对恐惧 他试着去把它 用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个部分我想是很多人 看完电影或看完小说之后 心中了很多的疑问 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 那当然很多人会讨论 或者是去问我说 就是你觉得哪一个版本的故事 才是真的 那其实我会觉得说 你要怎么看都可以 那这个故事 或是这个电影 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你可以去相信 其中一方的真实 然后也可以同时相信两方 因为其实现实世界 就有点像是这样子 其实你可以相信一个宗教 也可以同时相信三个宗教 对对对 对不对 其实它在里面 有一段话其实蛮感动我的 这段话是这么说 他说把怀疑当做人生哲学 就跟选择不动 来当运输工具一样 到头来 你哪儿也去不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 想要对恐惧这件事情 处置了后快 觉得它永远不要发生 在我们生命里 就像是 理查帕克多么可怕 他永远不要出现在 我的救生艇上面 对 可是倒过来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的一生 就如同像在那小小的 救生艇上 而我们就是少年拍 没有那只老虎 我们真的能度过这个 汪洋的挑战吗 真的是 对 理查帕克是一个很重要的 帮助他度过这段日子的 对 因为有恐惧 因为有那只老虎 因为有很多的冲击 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 保持警醒 让我们随时随地的 保持觉察 让我们随时随地的 可以知道我们现在 到底在哪里 能够做什么 所以呢 这本书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我想在开头的部分 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个人的一个 极力推荐的想法 但是我 我还是不免得再提醒大家 其实 这本书 这个好的故事 它是来自于 对我来说 它是来自于 我心中 对于生命当中 不同阶段 不同处境 面对挑战的时候 的一个重要的养分 因为它用一个 预言跟故事告诉我 其实 有很多事情 生命来 的一个挑战 它会来 它也会走 那么我们 如何学会放手 来的时候 去接受它 走的时候 就像电影的那一幕嘛 米察帕克 跳到海湾上 头也不回的 就走了 对 所以生命有时候 我们就要去接受 一些状况 就是说 嗯 总有再见的一天 而再见的形式 不管是我们心中 所喜欢的 还是所不喜欢的 那么它就是代表 一个阶段的结束 我们永远要往前看 继续要往下走 今天很谢谢 徐帆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 那也期望 大家不要错过这本书 可以好好的期待 我们接下来 为各位推出 更精彩的有成书品 再会 拜拜